笔电产业试况不佳导致广达上半年的营收表现不如市场预期 展望下半年广达表示 因为上半年的营运基期偏低 再加上苹果即将要推出新的笔电机种 以及看好触控笔电价格将会下降 所以乐观预估下半年的成长动能会逐渐往上攀升